词曲 李宗盛 我不服输啊 我要继续找 继续找 那就努力学习啊 努力练习 然后照镜子 看发现自己更多的美 睡觉 真的 收完手机 除了睡觉 只剩睡觉 嗯 睡觉 扯淡 睡觉 对 directly 吃饭 睡觉 吃饭 每天其实睡觉就是为了醒来可以吃饭 然后不是睡觉就是吃饭 然后就是练习 对 最近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上厕所就很不习惯 对 就是咱们现在没手机以后上厕所的时间越来越短 对对对 我以前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 对 然后现在没手机又发现上厕所的时间特别短 打打打张金特 打张金特 我是准备织巍巾的 就我毛衣都已经知道了 吱了一小块 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跟这个心情去值 因为每天都很累 真是醉了 保鲜毛衣都白买了 真的是 他是有个送礼环节 然后当时我的我公司工作人员跟我说他说送什么 然后送个毛线啊 然后你就哎那好吧 那送个毛线 正好我也特别想学就织的那种东西嘛 因为冬天当时冬天我就好去条围巾 我说那就给自己织条围巾嘛 就往上去 然后就去没想到就是送我的东西 那我们做好清闲 闲的时候我们去被采间 聊天 自采间 自采间 在这个地方 狼杀杀一天都是 都会更多的交流 对 就我们被迫的更加了解彼此 是的 你就是躺在那里就望着天花板 要么就睡觉 要么就是来聊天 要么就练习 你又不想练习 你就只能找别人聊天 但是就是发现确实就有手机的时候 跟人聊天的时间确实真的很少 对 就感觉好久没有几个人坐在那一起聊很多东西 而且你发现可以聊很久 对 你还不想离去 可能没有微信 没有这些东西 就我们就人与人沟通会更直接一点 对 我明明有两个手机 那当时我们去录节目嘛 去录了 提前交手机 我就交了一个 你一个放在行李箱里 然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啊 当我去被采的时候 我去被采的时候 我就走了 行李箱放在那个休息室 然后到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我的闹钟响了 我我我我忘关闹钟 也忘关静音了 我回去 学会在家手机拿出来 我说傻手机 你闹钟都想 想了半个小时 我想一想 我好像没关闹钟 然后就开始把手机拿出来 我手机拿出来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 我拿两个电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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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这个卡卡卡书 一个卡卡书吗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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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他们一个 然后 我给他们一个 然后我去卡卡卡 但是 我当我卡卡卡 然后我的电话 我给他一个电话 所以他们听到我的声音 然后我回来 贝尘 给我一个电话 我给你一个电话 我给你一个电话 你的电话 你把电话拿出来 把电话拿出来 所以 把电话拿出来 那声音 不懂 所以现在我已经有电话 但是 我没有电话 中文字幕——YK